那么新闻一开始要带大家一起关心到 也是立法院长韩国瑜将在12号下午召集朝野协商 三项的人事案以及NCC组织法第16条的修正草案 其中这个草案呢要求上个会期三读通过的 删除万年延任条款 需要在修正的公布日实行 如果12号协商之后修法冷冻齐程准备好 在一档就磨刀霍霍 韩出15号拼三读通过 让代理的主委温伯宗可以如期来卸任 好 这一任这边呢 日前也召开了经济发展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 针对的是低薪问题提出了八大的创新对策 其中包括了研议修正就业服务法薪资揭露门槛 从现行的4万块要提高到5万块 劳动部预计明年初就会提出搜罚的草案 调高门槛之后 预估可以涵盖9成出任职的这个职缺 不过劳动部这边也统计了薪资揭露上路6年以来 总计只有受理440件民众的检举个案 开罚了55件 开罚率只有12.5% 而说到呢 这希望可以改善低薪其实是有限的 劳动部明年刚提到要启动修法 放到这个薪资揭露范围 每个月这样薪资没有达5万块钱 就必须来公开 但是呢 人类银行就认为说扩大揭露薪资的范围 对于改善低薪提高薪资溢价能力 都很难有多大的帮助 求职的产业类别 公司规模 职务内容 以及自身的竞争力 才是决定各位薪资的关键了 好 国际上的消息 我们一起来关心到路透报道 秘鲁外交部长西亚勒 当地的时间8号就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 即将要到秘鲁首都立马 来出席亚太监会议 也就是APEC峰会 将会有400名 有益投资基础设施 还有技术项目的商界代表团 跟着随袭 两国将会更新 至少可以增长贸易额 50%的中密自由贸易协定 K.S.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抚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.S.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活肤露全胶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铃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